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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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比特币的chart开始看起 大家可以看到从昨天的12点下午就开始跌 从最高点的44340多点 跌到最低有去到41900 就差不多有5%的一个跌幅 不算很多啦 可是5%也不算少 所以如果有抓到这个波段的人也收获也是蛮不错 就5点多 OK 我们先从天图daychart开始看起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小山 跟后面的这个大山有一点相似之处 就在trading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有流传这一句话 就是历史不会重复 但是总会惊人的相似 可是我们也不能单靠这一句话 就去判断说它现在一定会下跌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看两张图来对比 OK OK 这个是第一张图 然后 这个是第二张图 给大家三秒钟看 OK 这个是第一张图 然后这个是第二张图 这两张图都是在不同时间段的 就是第二张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图 这个天图还在走着 然后这个是之前走过一轮了的 OK 所以我说你们这两张图不是跟你们讲说就 就一定会跌 就不是讲你可以直接 all in去short它 还是拿完你的全家产 all in去short它 这样子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有可能真的是会play out 跟历史相似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对市场的这个滤镜 来去做出对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OK 说完你们那两张照片 我们现在回归正题 就是到回到day chart so 通常第一样事情我会看什么 第一样事情我会先看大方向 就是day chart大方向 通常我是用EMA10跟20来看 ok so 照着EMA10跟20来讲 现在其实是down trend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EMA10跟20的之下 就是它有多次想要尝试突破 可是它都破不到 看这里 它就一个假突破 假突破一个3%4% 然后就掉回下来 它又再次尝试突破这个45000这个点 但是它又被强拉下来 前两天也有两次想要尝试突破 可是又被再拉下来 在这边就可以肯定 其实空头还是相对强势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量呢 虽然是在递减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到 空头量能跟多头量能相对来讲 空头量能会要再强势一点 它一直保持在这一边 可是多头 就可以看到它强一下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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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很没有力的感觉 就它不会像在这边多头的时候 还会有一根主量能 可是相反的在这里空头相对强势 在占领着这个时间段 我们看了大方向 是小熊式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有没有相对好的进场点 可以去做空 回到Support and Resistance 这里 现在它算是处于在一个Support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40千的这个Valive Level 是一个相对强势的Support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支撑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可能第四次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现在会不会回到来这里 继续第五次挑战 如果它第五次挑战的话 我觉得它就很大可能会破 这个40千的Level 因为它已经挑战了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这里是第五次了 但是如果现在只是单单看Support and Resistance 你问我能不能进Shot呢 我会觉得不太适合 就是如果单单只看这个Indicator的话 我会觉得不太适合 因为 通常我都会只 尽量只会long support 然后跟尽量只会short resistance 就我不会去注意突破 就是在这个交易里面 是没有一个100%的答案的 如果单单只看这个Indicator 你问我会不会short 我是不会啦 OK 所以我看完Support and Resistance 接下来我们去看Fib Channel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Indicator 它的用处是跟Support and Resistance 是一样的 但是它比较玄学一点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个点位 然后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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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假突破的点位 这些点位 都很很准确 它都准到有一点很很恐怖 但是这个Indicator也不会跟你讲说 百发百中 但是所以 可是如果你学会用它的话 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 辅助Indicator 通常Fib Channel 我是搭配这个Volume来看 它昨天是尝试突破这个 0.5这个点位 突破到0.5这个弱影立位 所以它就反弹回来 OK So Fib Channel 通常我都是会搭配 Fibonacci的另外一个好兄弟 来配这个 来搭配看这个东西 就是Fib Retracement So Fib Retracement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它们这里 Fib Channel的0.5 搭配这个Fib Retracement的0.786 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Resistance 在这边 所以昨天这边44000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做空的进场点 所以在这里昨天我也有开了一个空单 到现在已经赢了187% 接下来我们来看MACD 在MACD4个小时图里面 其实有一个东西要关注 就是在4个小时图 其实之前就有一个debate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 bump上去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在那边开了一个long 破利了220% OK 可是它这里又破不到这个Resistance 它又跌下来 它跌下来 然后这里又走多一个小山 不要看到这边cross了 就在那边怕 啊 这样子觉得它有可能会往下跌 这样子 它确实有可能会往下跌 但是可以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它在这边 半路它没有力了 它又往回转上来 又开始cross 走回上去的话 它就有可能再走多一个debate里 在debate里 这里大家就有一个很好的long的进场点 就它有可能可以bump到48000的这个点回 如果它真的是像我讲的这样debate里 它真的是bump到48000的话 我们看回天图 这个时候优势就会来了 如果你能在这里抓到一个很好的开端的话 这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讲它会涨 这样它肯定也是会有跌的一个概率的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概率游戏 所以它如果这里cross了 它就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跌 这样它如果能跌到哪里 暂时也不好说 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嘛 如果它这里如果再继续跌的话 如果我看的话 我会看的是下一个support 就是差不多37000的这个价位 还能不能支撑住 但是如果你问我现在还能不能做空 我觉得有一点太迟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呃 它自己尝试突破0.5的时候 它就已经跌了 这里就已经跌了一个5%了 你5%了 你才进就有一点太迟了 你就没有那个价格优势 你就很可能它往上躺一点 你就被洗出去了 就很容易被洗出去 就现在进已经没有优势了 所以你问我现在能不能做空 我觉得现在不适合 可以再等一等 可能它会再次挑战 这个resistance 可是它如果再次挑战 这个resistance 这里的底背里就成立了 底背里成立 它就很大的可能会 bump到去48000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注意的点位 我觉得是这个40千这个点位 40千这个点位 是一个很强的support 如果它再跌 跌到这里 这里它如果跌了 还又跌不破 它就往上躺 它就很有可能 这里会形成一个底背里 在这里底背里 它就有可能 很大的可能会从这里往上躺 所以接下来我会很关注 这个40千 40千5百 41千的这个价位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今天的这一部影片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 点个赞 点个分享 那接下来我也会 陆陆续续的一直 拍这一种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析 跟大家一起分享 祝大家在这个市场 交易顺利一起加油 拜拜